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山 在这里跟野生动物一起同游 看大侠 这里的人用动感 无数物化的绝美风景互动 跟着当地人的欢呼 领域这里的足球精神 来 走 这里是沙仁湖 也是捕鱼的好去处 跟着我们的步伐 一起走一趟 《极尽之旅》 等了三年的时间 《极尽之旅》第二系列要出发了 这次的旅程我要飞越大半的地球 究竟要去哪里呢 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吧 《极尽之旅》第一站 来到了位于南美洲的阿根廷 阿根廷是个欧位十足的移民大国 以意大利和西班牙后裔为主 阿根廷拥有健康的马带茶 热辣的炭歌 香美的烤肉 和奔放的足球 这让很多游客 愿意不远万里前来旅游 而不容错过的 绝对是南美最欧化的城市 布宜诺斯艾利斯 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这座南美最迷人的城市 转角就能遇上美丽的风景 这里四季分明 气候宜人 而布宜诺斯艾利斯 在西班牙语正是耗空气的意思 我从小在巴拉圭南美洲长大 我们对阿根廷的印象 就会是一个人文时尚之都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充满着浓浓的人文气息 这里的天气跟建筑风格 会让我想到 我好像在欧洲的国家 难怪他们会说 阿根廷是南美小巴黎 阿根廷首都 阿根廷首都 不宜诺斯艾利斯 当然不能错过拉伯卡 拉伯卡 在旅游手册上和游客口中 简直大名鼎鼎 我现在在热闹的拉伯卡 今天我找了当地的朋友 来带我走一趟拉伯卡 今天我找了当地的朋友 来带我走一趟拉伯卡 今天我找了当地的朋友 来带我走一趟拉伯卡 你看看 这就是一趟拉伯卡 这就是善良的地方 这就是善良的地方 在拉伯卡里面的地方 不太大地的地方 因为它很厉害 它是一个圆形形的地方 拉伯卡是阿根廷探戈的发源地 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第一座港口码头 这里早期以意大利移民为主 居民大多是蓝领街 作风也一向特立独行 这个区一直到今天 还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最贫穷 犯罪率最高的一区 然而这无损它的崇高地位 凭借着几大特色 吸引大量游客 慕名前来朝圣 这个地方是非常棒的 这是一个转型的艺术 所以这个称为 卡米尼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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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小巷 是拉伯卡最具代表性的一条街道 不长的小巷 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么彩虹 都要感谢在阿根廷非常出名的画家 贝尼托 画家想要把这边打造成是个欢乐城市 所以他就把颜色带进来了 贝尼托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美术训练 靠着自学成才 摒弃七刷 他拿着一把刮刀 帮卡米尼托街的房子 起上各种色彩 你一定要准备好你的相机 因为处处都是可以拍照的景点 拉伯卡就是一座步行街道博物馆 他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了阿根廷的历史 走在这里随时抬起头 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在卡米尼托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人偶 在上面这些人偶 也都是阿根廷一些著名的人物 我会说是挑战的时间 因为这些图片非常有趣 我会说是谁 你会想赢吗 我可以认识两个人 那是马拉多娜 是 Eva Evita 别哭了 阿根廷 这些人偶栩栩如生 都是阿根廷家喻户晓的名人 造型带些挥鞋 还有幽默 跟色彩缤纷的房子对称 仿佛走入了卡通梦幻的国度 他们每个人的姿势 都好像在跟你打招呼 你好 马拉多娜给你 比赞 马拉多娜给你 比赞 哇 看这些 是这些帽子 是这些帽子 是 这些帽子 这些帽子 帽子 那些帽子 这些帽子 都在说 这些帽子 是 这些帽子 是 这些帽子 这些帽子 都在帽子 都在帽子 这些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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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这里 这些帽子 这些帽子 因为我们记得 他们 这些帽子 被称为 五月广场母亲 墙上还刻有 她们 示威行动的口号 布宜诺斯 艾利斯 是街头艺术的天堂 而拉伯卡区的 涂鸦壁画 可说是 举世文明 几乎每一幅 都别有意义 包括记录了 这里的历史 当然 还有阿根廷 特有的文化 与特色 探访阿根廷 城市涂鸦壁画的行程 绝对不能错过 哇 你们看看我身后 这幅巨大的壁画 你们知道 画的是谁吗 他就是传奇人物 Maradona 你看 他把它画成了 就是有点像 足球神的感觉 这么大的一幅画 到底是花了多久 时间完成的呢 大概是一周 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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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个月就完成了 他是在 Maradona 过世的那天 开始创作的 这幅画 是一个历史的历史 我认为 我认为 这幅画的历史 是一个历史 的历史 但是我们也认为 我们在街上 和这幅画 的历史 特别是拍摄 哇 这幅呢 是刚刚画的 马adona先生的 这个艺术家的 另外一幅作品 最新的作品 很有趣 他不是在一般的墙壁上 做画 他是在一个 沙石工厂里面 做画 非常有趣 他觉得他来来 这历史 这历史 首先 他在《Benito Quinquela Martín》 是很吸引 在《Benito Quinquela Martín》 Alfredo Segatori 受到画家 贝尼托的启发 希望能像他一样 为公共道路 增添色彩 用颜色填满整座城市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世界上最大的壁画 到底有多大 这幅也是由画家 Alfredo Segatori 于2013年 所创作完成的 阿根廷国内 最大的壁画 在2014年 也获得认定为 世界单一艺术家 完成的最大壁画 是很大 在哪儿 是很厉害的 要继续 要继续 然后转到右边 就是几米 这幅画作 先从画家 贝尼托的人像开始 然后增加了四幅画家的作品 以及70位当地居民及工人的画像 甚至还包括了居民养的狗 你好 你好 你怎么办 很好 是这张画的 对 他也是 他也是 我们找到一个 在壁画上面 有被画人像的一位先生 在这边 是 一样 一样 十年前 这十年前画的 对 真的完全没有老 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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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各凡的城市涂鸦壁画之旅 还发生了哪些精彩的后续 只是八部而已 怎么会对不起来 要老子已经打结 即进之旅来到南美洲的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真是一座神奇的城市 每一个街区 每一堵能涂鸦的墙壁 都是街头艺术家们 挥洒创意的画布 我又回到这里了 我联络上 创作世界最大壁画的 艺术家 Alfredo Secatori 我现在就要轻眼去目睹 他创作的状态 这台车 昨天不在 一台缤纷的公车 你好 我们的艺术家在这里 艺术家 艺术家 Alfredo Secatori 大家都称呼他为光头 他以手绘和喷漆 在墙壁上作画而闻名 我一直都担心 我一直担心的画楼 在幻子上 然后可以来面 来面 我感到闻名 一些大壁画 我喜欢 在这些地方 可能是只用色 在这些地方 那些地方 在这些地方 它们已经在 自己的威力 自己的语言 我一直担心 以召喚 好的 配合 好 好 目前 目前,他正在进行着一个规模浩大的壁画作品 完成后,将会成为新的世界之最 开始了,往下 往下,往下 往下 非常好,让我看看 你看 Alfredo完全看不出来 他是52岁的一个人 他真的很有趣,很有活力,很幽默的一个人 他充满正能量 然后,他创作的时候还要放音乐 最好玩的是他还邀请我一起创作 然后把我也变成他作品之一 我真的很难想像我可以跟一个艺术家合作 我居然在阿根廷留下了我的一个创作 很喜欢这个地方 可以在街上的一个大便 可以拥有整个大便 是很喜欢的 是很喜欢的 是 我很羡慕他可以把城市当作 是他的画布一样的灰洒色彩 非常的潇洒 造访阿根廷首都 一定要走一趟壁画之旅 赴一场独具魅力的视觉盛宴 Tango的起源是在La Bocca 所以我们可以在El Caminito这里边看到很多有关Tango的一些设计 或者是一些壁画 我们还有在街上看到他们在跳舞 想到阿根廷就不能不想到探歌 阿根廷探歌不总是属于舞台 电影或是浪漫优雅的舞会 在布宜诺斯艾丽丝 她还属于街头 我身体整个都会散发出那个热情激情 非常的震撼 顶着初冬的寒风 葛凡赶赴一场特别的约会 入夜的布宜诺斯艾丽丝隐藏着什么惊喜呢 Tango是阿根廷的国粹之一 如果来到这里没有看一场Tango表演 那就等于你没有来过阿根廷 所以现在跟着我去欣赏一场专业的表演 证明我真的有来过 探歌在19世纪末从西班牙和非洲传入南美大陆 当时他只是布宜诺斯艾丽丝社会底层移民们的一种群众性音乐 歌曲和舞蹈 完全是打破了我对Tango的印象 以前我对他的印象就是甩头 踢腿 后来他跟阿根廷当地音乐舞蹈融合 逐渐演变成阿根廷独有的一种艺术形式 我才发现Tango讲究的是一个互动 一个连结 在跳舞的时候一定眼神很重要 我们身体也要一直就是对着彼此 有一种像灵魂的沟通 灵魂的对话 阿根廷探歌也就是以他如此独特的艺术性和个性 而享有五中之王的美誉 他是我今天的老师 在古巴的时候我有学跳Salsa 来到阿根廷我要学什么呢 当然是跳Tango 阿根廷探歌被誉为世界上最简单的舞蹈 同时也是最复杂的 不少学习过阿根廷探歌的人都会感叹说 这门舞蹈真的不像看起来的那么好学 非常戏剧化的音乐 这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OK 不要再闹了 要上课了 老师 现在要我们体验转移重心 很重要的 很重要 当你走在后面前后 在后面前后 在后面前后 打起串 把胸部伸起 把胸部伸起来 把胸部伸起来 哦 度快走 去лен好 去找这 他希望我能更加热情 让我们找一下 多热情 咱们的爱 有了 有了 有点热情 对 我要准备 很容易 不要看他只是在前进后退 真的很难 拥抱是跳探歌的特色 虽然拥抱是简单的身体动作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又必须是感性 放松而坚定自若的 我发现跳探歌是一场对话 光靠着身体我们就可以对话 好 让你打探歌 老师刚刚是在教我如何去感受对方 如何去引导对方 现在是换我的 这是很难的 你必须要跟你的身体谈谈 没有用身体去跟对方说话 当然 如果你轮到后 我感觉你需要向前进 天后你不会跳没有关系 但是气势一定要有 有没有气势 现在我们要挑战可以让引导女生 做一些花样的变化 八字步是一个带交叉和撇转的舞步 是女舞者的核心动作 她和走步都被认为是探歌中 最古老的步伐之一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会做的是一步的步伐 你的世界不只是你自己的 你要跟着对方一起呼吸 一起跳舞 刚刚在跳舞的时候 我发现好像在跟她溜冰 有没有 就是很顺 不会觉得卡卡的 她就是不知道用身体告诉我 我就会自动的跟着她 好神奇哦 好 我的转 今年的课程短短的 其实真的学不到说 你可以去跳探歌了 但是在这短短的课程里面 让我爱上了探歌 好紧张哦 这个地方也太专业了吧 这里是专门举行米龙嘎的舞厅 米龙嘎是阿根廷探歌独有的舞会文化 而且这个探歌的音乐会让这边整个变得很严肃 害我都不敢走路的感觉 而且我鞋子也穿错了啦 米龙嘎在阿根廷是很普遍的休闲社交活动 就连一家人也会一起参加米龙嘎舞会 学了一个下午的探歌后 葛凡决定来这里挑战自己的舞艺 我还是先坐着观察一下好了 大家都跳得好投入哦 整个气氛让我都不敢乱动 我后悔了 我干嘛要来这里 我太天真了 我以为跳一堂课就可以跟他们跳舞了吗 所以我坐了很久观察了很久 我才鼓起勇气 去找旁边的客人 问他们一下来参加米龙嘎有什么规则 你已经跳过吗 对,我已经跳过米龙嘎 对 我现在跳过米龙嘎舞会 我第一次在这里在米龙嘎舞会 我喝了30分钟 不不不不不不不 他完全是这样的 他说你在讲笑话吗 我应该叫你一会儿平时的课程 哪里能帮你跳过 那里能帮你跳过 我必须要帮他这些课程 到底能帮我跳过来 我怎么可能参加一些人跳舞 我看你看女孩 你会把她跳过来 后来终于有一个友善的小姐 终于跟我对到眼 终于有人愿意跟我跳舞了 我在跳的时候 真的很像在做复健 我真的很怕踩到他 然后一直跟他说对不起 因为三分钟的歌 我觉得像过了三十分钟一样 超久的 后来换他带我 他带我的时候就非常的顺 所以有一个时刻非常的奇妙 他带着我环绕地球的感觉 整个世界就变成只有我跟他而已 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时刻 这个挑战呢 我觉得算是彻底的失败 不过能来跟当地人一起跳舞 我觉得这个经验是非常值得的 我没办法控制他 看得出来我很紧张吗 但是他现在有点激动 主持人葛凡在专门跳炭歌的米龙嘎舞厅翩翩起舞 度过了愉快的夜晚 今天我要做个特别的活动 不是一般游客会有的行程 到底是什么呢 跟着我一起去看看 这里是阿根廷布伊诺斯 艾丽丝最古老的一个公墓 这边葬着很多这种社会的历代精英 现在我们就去走走逛逛了 不愉快 雷克莱塔国家公墓又称贵族公墓 它象征了身份地位和荣誉 截至目前已经有二十三位阿根廷政府总统 和七千多位达官显贵安息在这里 他也是阿根廷民众最向往的永久安息地 哇 哇 很漂亮 像在一个公园里的公园 这个墓是一个诺贝尔得奖者的墓 你看它这边的装饰都是用 黄金宝石去建造的 这里有两个妻子 一直在争游 导游说这对夫妻因为钱财而冷战 最后死了也决定眼不见为敬 这就是厕史的厕史 少女突然在家里昏倒 家人以为她死了就办了葬礼 结果却是一场更大的悲剧 为什么会发现他们当时是活埋她 是因为她妈妈来看她的时候 棺材有移动过 所以就表示她在里面有挣扎过 听起来非常难过 最后悲痛欲绝的母亲为女儿建了这座墓 是因为少女拼命想要打开门的悲伤模样 真的 你看 其实有人在这边拜访了 还有人在拍照 这绝对是这趟公墓形成的亮点 原来阿根廷的国母艾威塔贝隆夫人的墓也在这里 贝隆夫人的一生不长 只活了33岁 却充满了传奇 来到这边的确不会感觉到阴森 但是会感觉到有一种凄美 一种沧桑感 这里环境静谧 很多岁月沧桑的雕塑 弥漫着欧式的浪漫 墓地游近年来已经成为旅游新热点 走在墓地里来一趟历史文化之旅 你会有怎么样的体验 今天我特地坐很久的车 来到了高桥人的聚居地 要来探访他们的高桥牧场 体验一下他们的高桥文化 现在就跟着我来当一天的南美洲牛仔吧 高桥是阿根廷对牛仔的称呼 生活在潘帕斯草原的高桥人 是著名的南美洲牛仔 早期的高桥人骑在马背上游牧 纵马走天下 他们在广阔的潘帕斯草原上 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和荣耀 而阿根廷的民族文化 更是以高桥文化而闻名于世 今天非常地幸运 可以邀请到一个真正的高桥人 来教我骑马的技能 这位是Huan 我今天的师傅 高桥人跟马唇齿相依 没有马的高桥人 不是完整的高桥人 高桥人无马不欢 在师傅的专业指导下 葛凡是否也能跟他们一样 自由驰骑在大草原上 方现在在教我骑马的一些诀窍 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找到重心 你看是不是跟跳tango一样 都是要叫我找到身体的重心 要一直抓着绳子 让他知道有人在控制他 而不是他可以自由地奔跑 看得出来我很紧张吗 但是他现在有点激动 我现在会战马了 不是骑马 好像有抓到感觉了 有感觉到自由奔放的滋味了 来吧 走吧 要互相找到彼此的中心 我们要信任彼此 然后身体沟通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要用身体沟通 非常好玩 离聚之旅 我们来了 没想到 我基本上今天可以骑马奔腾 还好 我有跳tango 我知道重心在哪里 所以今天对我的骑马 是非常有帮助的 有说 是 非常有帮助的 结束了专业的一对一教学 葛凡加入游客群 开始了他的半日高桥文化体验行程 有像牛仔猫 葛凡骑着马儿 跟着大队浩浩荡荡地沿着牧场漫步 领略大草原的风光美景 我们现在透过表演 要来认识马对高桥生活的重要性 他们会用马来做娱乐的活动 打猎 还有争夺土地的这种竞赛 在哪里 他 哪里 在哪里 和柯凡 哇 啊 现在 是以前高桥人发明 用来比武招亲 看起来简单 却不是一般人可以驾驭 来到高桥牧场 来体验一下他们这个高桥文化 吃他们的烤肉 骑个马 看表演 非常不一样的经验 我们现在不是要去参加集会 听到没 非常的热闹 来 葛凡离开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跑到郊外的高桥牧场 当了一天的南美牛仔 一切之旅 我们来了 离开了牧场 葛凡却去拜访一位阿根廷朋友 你好 欢迎你 好温馨 这里是我的家 很漂亮的家庭 很漂亮的家庭 哇 今天的晚餐 太丰富了吧 Gustavo说 这是疫情以来 他们第一次开放门户 邀请朋友到家里来烧烤聚餐 所以全家人都很期待 做烤肉了 你现在要开始烤肉了 你现在可以开始临烤肉了 Gustavo现在在教我如何做烤肉 虽然花比较多时间烤的要放在里面 比较快熟的就要摆在外面一点 阿根廷以美酒和肉类 闻名于饮食界 是食肉族的天堂 阿萨肉烤肉是阿根廷的国菜 也是阿根廷人最引以为傲的烹调方式 在烧热的炭炉上 把阿根廷牛肉和其他各种肉类 香肠还有动物内脏放上烤架 并且烤熟 这个量子是为了20人 阿萨肉烤肉 阿萨肉烤肉 是一种饮食方式 非常美味 他们这边的肉啊 完全没有做什么腌汁 或者是做特别的调味 就是这样子吃它的纯脆的味道 它是像的 它的味道 有沉口 有沉口 todo 叫味道 那是 是 那是 是 是 美太 那些人在家中心想要在家中 和朋友和可以享受的食物是最美麗的 你喜歡爸爸的食物嗎? 很棒,我喜歡 是最好的食物 確實是 Karina獲得跟食物的食物 我喜歡很傻眼 想起了很多小時候的回憶 很感動 很…很想回到小時候 我爸媽也過世了 覺得很感動 可以看到有這麼可愛的家庭 邀請我的朋友 是最好的事件 是最漂亮的 謝謝你邀請我 謝謝你來 謝謝 我們希望大家從來的國家 當然,當然 你們有一個美麗地方 可以訪問阿倩 跟所有的氣氛 敬禮 我看到他這麼感動的時候 他才發現 人與人的互動、交流 原來在我的生命中 是多麼的重要 我們要練習嗎? 我們來這裡嗎? 阿倩 在足球世界 阿根廷永遠是一個 不可能被忽视的国度 从十九世纪末 英国人把足球引入阿根廷至今 这一百多年来 足球在阿根廷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 足球是阿根廷人生活的一部分 被称为是阿根廷的国球 不夸张地说 在阿根廷会走路的孩子 就会踢球 而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正是一座足球的城市 它拥有78支球队 而且所有球队都拥有 自己的专属球场 这当中发迹于拉伯卡区的 伯卡青年队 是阿根廷的传统强队 不仅赢得最多的国际荣誉 也盛产很多世界级的足球明星 我们现在不是要去参加集会 是因为今天有足球赛 我已经感觉到这个街上在蠢蠢欲动了 今天非常的幸运 让我碰上了一个有足球比赛的夜外 而且又是阿根廷非常重要的一个球队 拉伯卡的比赛 这些人都是来准备看球赛的 听到没 非常的热闹 因为这些人都是来准备看球赛的 这些人都是来准备看球赛的 这里是大家在赛前剧场的 有门票的搭回就进去球场内 没有门票的就去这边欢呼 大街上万头传动 全家大小都出动来为球队加油 在这一刻所有人的身份只有一个 足球的追随者 每次有比赛都可以感受到阿根廷人民 对足球的热情 太疯狂了 走路走到一半被抓下来唱歌跳舞 很难想象一个足球比赛 能动员整个社区上街庆祝 你有看过这场面吗 非常好玩 非常疯狂 非常让人难忘的一个夜晚 我们现在站在的是 La Boca的足球场 非常重要 非常出名 在这里诞生了许多足球明星 当然包括我们的传奇人物 Maradona也是这边发机的 今天很可惜啊 我没有票进去看球赛 下次如果有机会 我希望我一定要来看一场真正的足球比赛 你看这样子这么兴奋 然后我就只能在门外看 这样对吗 就让这个遗憾 当然是我下次再来阿根廷的理由 我希望我可以把看球赛的梦想能完成 神奇的博卡 疯狂的夜晚 球场的灯火辉煌 球迷们群情激昂 准备迎来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 离开风情万种的首都布宜诺斯艾丽丝 各凡前进阿根廷的西北高原 我在世界的顶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